一部30年前的动画,却能精准地预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看完你就会明白,你的钱是如何被资本家掏空的 故事开始,一位小胡子商人正在路边叫卖肥皂 只见他用肥皂轻轻一擦,桌上的脏布瞬间变成了白布 此时,观看的路人都惊叹不已 为了让大家相信这是真的,小胡子又拿出一块白布做起实验 他倒上红色油漆,再次用肥皂一擦,布料又变成了白色 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肥皂,路人们纷纷掏钱购买 大妈买到肥皂后赶紧试了试,果然他的衣服瞬间变成了白色 就这样,这款神奇的肥皂很快就传遍大街小巷 因此,小胡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天都会有人排队购买 而买到肥皂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衣服变成白色 并且,他们见到不用肥皂的人就嘲笑他们土,跟不上时代 被嘲笑的人只好排队去买,随着用肥皂的人越来越多 就连山上的和尚也没能抵挡住诱惑,不远万里钱来购买 但,唯独有一位大爷一直在观望没有买 小胡子的钞票越赚越多,从之前的小摊位变成了肥皂店 从肥皂店变成了肥皂公司 这时,只看不买的大爷终于掏出钱来买了一块 然后,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和孙女变成了白色 此时,街上来往的行人几乎全都是白色的衣服 每个人仿佛都跟上了时代的潮流 可就在这时,一只迎亲的队伍出现 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吹拉弹唱,非常热闹 突然,一阵风吹过,迎亲队伍瞬间变成了白色 和对面走来的殡葬队伍变得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迎亲队伍也变得非常沮丧 虽然大家跟上了时代的潮流,穿上统一的白色服装 但大家似乎都并不开心 直到这天,一个身穿红裙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街上 她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么漂亮的衣服在哪儿买的 于是,大家开始追着小女孩想问清楚 可追着追着,人们意外发现 小胡子竟是小女孩的爸爸 让他们更加意外的是 之前的肥皂公司竟然变成了超级燃料公司 而小胡子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只见他拿出一块白布 然后掏出红色的肥皂,轻轻一擦 白布瞬间变成了红布 就这样,彩色的衣服再次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最后,小胡子的门口又像以前一样排起了长队 新一轮的潮流又开始了 其实,我们都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商家凭空制造需求 给我们洗脑,让我们消费 不妨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有些需求我们真的需要吗